港区国安法四项罪行究竟如何界定 人大常委谭耀宗说 条文一日未公布都要保密 其中颠覆罪由23条的颠覆中央人民政府 改了做颠覆国家政权 会不会代表可能是包含特区政府呢 可以这样理解 不过我不方便继续去讲具体内容 至于刑罚 谭耀宗透露 最高是监禁10年 有些人的意见就觉得 这么轻 三年五年十年就很轻 事实是 如果你比较起内地的国安法 是严格很多 甚至有终身监禁 量刑起点 最高点都是偏低 偏低就是我正确的理解 都不是说法律一出来就要抓人坐牢 罚了很严重的刑期 希望能够以后不要搞了 我们就不一定用个严刑了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也要体谅中央的苦心 我唯有这样理解 草案列明特定情凝下 有极少数案件 驻港国安公署有权管轻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 这个管轻权为 执法检控审判的权 都可以是去了中央那里呢 没错 就是去到一个亂失控 你很多事情做不到 而特区特首也提出来了 中央都要帮 言下之意是否真的一小数案件 会引导到内地受審 这个就是的 管轄权在中央 中央管轄权的时候 可能会移交给内地的法院来处理 就是检控和审理都是有内地的 他认为这样做是要兜底 无损司法独立 而另一个被受关注的安排 是由特首指定法官审理国安案件 谭耀宗解释其中一个简人的标准 最近你都听到 有些人对于法官在判词里面 或者在他说话里面 都有很明显的政治立场 其实他审国安法就说 我觉得又不一定适合 他可能有个偏颇 甚至有些法官是有政党背景 换句话说 日后当特首真的要去指派法官的时候 其中一个考虑的因素 可能会是一个政治的考虑 所谓政治考虑就是 如果他已经表达了自己立场 这个要想清楚 因为我们希望审判是公平公正 他没有一个设定的立场 这个才是比较 大家会觉得这样的合理 法律界的一个说法 就是国安案件大部分的原告是特区政府 原告自己去选择法官 其实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观 不会 因为我们的法官理论上都是很公平公正的 我们都相信他的操守 他都没有问题 有很多跟政府打官司政府都输的 当然是政府去告刑事事 有一个分别就是现在刑事案的法官不是特首去指派 他是任命 他是根据那个推荐委员会去任命这些法官 但是他不是去指定某一个法官去处理这一类案 所以可能法律界的事 我们都要相信那些法官 除了我只是说那些很特殊的情况之外 我们都要相信那些法官是公正的 《基本法》第158条定名 香港法院审理案件 如果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 要解释《基本法》条款 中省法院在作出中局判决之前 应该提请人大释法 日后涉及《国安法》的案件 是不是属中央管理事务呢? 起码是国家行为 国家的事情 因为都说过 国家安全是中央的职责 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说清楚 现在这个立法是国家层面 一个全国性的法例 所以国家安全的案件 就是落入了这个类别 就是在裁决之前先提请人大释 这个不是一个新发现 这个是说得很清楚 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有线电视记者陈婉婷报导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 就是在裁写中央管理事务